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上节目还特别自爆说 哇 曾经被开价5000万要包养 那对方的身份曝光吗 其实也没有真的曝光 就是说有这样的粉丝提出这种需求 就沈玉玲开玩笑说如果说 我就马上答应了啦 开玩笑讲了 但话题越辣越好吗 政坛上大家是亮哥已经在问她了 请问你到了立法院有什么具体的法案或贡献吗 还看不出答案的时候 她只会在上节目爆料或打许晓星 或是说自己被要求开5000万包养 有很光荣吗 那再来看看忘记申报劳力事件的事情 因为一开始打许晓星手上的名表嘛 结果打到赖清德准总统身上去了 那当时问黄姐她怎么看 她就说温柔的说 反正如果有不小心漏报的话 首先是不是劳力事价值多少弄清楚嘛 如果有申报不实就依法处理就好了呀 那所以呢大家就在笑 如果秘鲁的女总统发生 劳力事未申报的事件 曾经有过什么严重的情况 官邸被破门还被搜索 这个画面曾经震惊全国 那支持率只限下9% 如果说就减掉赶查赖清德的名表吗 我们大家开玩笑 说连赖皮疗都已经不用申报了 怕什么 那秘鲁总统持名表 珠宝献丑闻 有人借用坦诚错误认真面对 但台湾呢 台湾喝一杯秘鲁就没事了 秘鲁总统的事情 台湾不会发生吗 那民进党有很多部会首长 如果有类似的情况的话 有可能死官吗 那不可能嘛 你看看人家还这个多名部长因此请辞 很多的劳力士或者是名品没有申报 我们真的认真问 台湾现在哪来这样炒作 只是一个话术或者是一个仇富 这样的阶级形式而已 真的放同个标准来看的话 蓝绿一样吗 例如点名绿营两个人说是 不折不扣的猪队友 为什么呢 罗志祥昨天也在节目上讲了 他就说像卓冠亭 吴珍 一直在针对劳力士的手表 这件事情来打 而赖清德到底这个表是不是名表 卓冠亭说 劳力士只值十几万 不需要财产申报 吴珍说这个手表不是劳力士 市价不到20万 难道你跟大家说来 准总统戴的那个表是假的吗 还是什么 戴什么可爱的表 A货 不知道 大家说是不是串供没串好 本来戴名表没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是遗漏的申报 申报就好 问题是不理舆论 那你骂别人可以的时候 检视到自己自家人的身上 却没有同一套标准 这个才是关键 另外被讲特权 因为好像过去他的违贱 现在好像无声无息的赖皮疗 如果发生了其他政党 当然会很惨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是一般民众 也会觉得不可思议的 请问你渡海关 通关可以带几瓶酒 一瓶嘛 我所了解 但匿名爆料说 现在撕烟案在线吗 小美琴准副总统回国 要回国住职之后 就要求财政部要官务署免查验 小美琴从美国带回来的23支酒 那个这是有 源头是先从爆料公社出现的 这个公社 一般来讲 可能各种爆料都有的还要查证 结果媒体经过去查证 因为发现上面是有公文文号 所以是外交部的韩文里头 有明确的文号去调查之后 3月15号的公文 那么因为根据各种限制 这远超过法律规定的 最高上限5公升等等的 那大家再来查一查 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 媒体去查证 外交部回应说 文件来源很可疑 是涉嫌的伪造跟操弄认知战 但他没有说这个是假的 他并没有说公文是假的 他只说住外人员掉满 起满要回到国内的时候 都会依照政府派驻的人员认满 各种规定来办理 那其实规定是什么 就是入境旅客 系在行李品 报宴税法的规定 就是跟一般旅客相同 所以跟一般旅客是一样的标准 他也可以特殊的 忧郁给予23至9的入境 所以就明显的 这些官员跟我们 就是不一样 怎么会跟我们老百姓一样呢 那包括准行政院长 过去也有过所谓特权 瞧事情的经验吗 帮谁瞧 林非凡 这个是在2023年 曾经被爆发的案子 王洪辉说 这个是公股银行 由谁出面呢 卓榮泰找人 去帮林非凡 瞧贷款 而且帮助 这个帮助不是无偿的 要有灰色地带的交换条件 当时这个有录音档 合库的钱董作林博裕还说 所有的卓榮泰今年找人 帮林非凡 乔贷款这件事情 这些钱都已经付给他了 当事人都已经拿到了 那答案是什么 一样又是伪造 又是身伪 又是认知作战 周龙泰回应 中国透过AI身伪技术借选 判王洪威增进辨别调查的能力 也还告诽谤罪 现在还在侦查当中 仍然没有进度 从2023年到现在 所以什么事都讲身伪 然后调查局或检验单位查出来之后 又不给公布 当事人说各种的权益记得麻 包括了影片 包括了声音录音档 都说因为当事人不愿意无法公布 民营党的官员都这样 都说身伪 然后查出来到底真的假的 又不让人家公布鉴定报告 还有像陈明文父子 养猪厂 超贷 弄个养猪厂可以贷款1.3亿 真的是厉害了 因为当然养猪的产业 对于我们全产事业来讲是重要 但为什么它可以贷这么高 有这种各种经营的办法 那当时陈明文300万丢在高铁上 可能是小钱 他在告诉大家说 这个绝对合法身带 打算退休后帮儿子打工养猪 但请问我就问一个问题 大家想要带这么多 各位都可以吗 还是就是这些特殊的人才有 那如果是不是明朗的人 身上穿个名牌 或者是什么各种带个什么表 都要被全面检验吗 亮哥 这个我想民进党 大概劳力士这个议题 下礼拜应该就结束了 因为他们再吵下去 就扯到自己人 事实上不是只有莱清德 胡适要回去找一下 爱马仕吧 这么多人都在指称 太多了 就很多人都要把自己的衣服 每次出门前都要再查一下 怕被拍到 我觉得 下礼拜大概就转到傅坤旗去北京的议题了 我这边预告 我认为必然如此 礼拜四出发 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 我是 有些人刚当立委 那综艺节目也在上 你要上综艺节目 我也没意见 你到最后变成赖品于第二 不过他运气比较好 因为黄杰那个选区比较好选 可是选这样的立委是要干嘛呢 坦白讲男生为了追女生 什么谎言都讲得出来 你还把这个当作 当真啊 当作你的身价到电视上谈 简直不可思议嘛 对不对 你是要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结果你把一个 可能一个乱七八糟乱男生 那你也没有跟他交往 他也拿出来谈 说不定才是中共的认知作战 不知道啦 不知道啦 我的意思是说 他拿来炫耀嘛 当然是炫耀 对啊 我好有身价 我好棒 好受欢迎 我在立法院我有当过三届 什么样的奇怪金主都有 说我要支持你一千万 那你就相信 你就相信 我跟你讲百分之九十九都假的 百分之九十九 男女关系也一样 那那个 跟你扬言要捐钱给你的人也一样 你真正要交往之后 你才会知道厉害关系嘛 你才会知道那个人的底细嘛 那这个就是一个 坦白讲啦 你要当民意代表 你起码要有一点自我过滤吧 对不对 不然 比如说我们千祥 他一定会谨慎啊 不会把这种东西就拿出来公开讲 那你是要教育谁啊 所以我是觉得 不 这个就是凸显出民进党这一些 就是说抓到了一个议题 然后可以烧那么久 这个先是大姑 大姑那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公共性 这个衣服是什么 劳力室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你要扯什么 那是要严格来落实 公职财产申报是不是 是不是有人漏报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漏报 你要严格来查这一条就是 超过20万的你只要被拍到 你就准备漏 被人家更正嘛 那你以后就是超过20万的 所有的东西你都不要秀出来 锁在家了 我真的是这样啊 那大家也可以来抓嘛 有些人有申报啦 可是再来比一下好不好 看谁是开好车好不好 我在台北市选了 台北市的人都不敢开好车 因为常常会被拍 可是高雄跟台南的人就不怕 他们照样就开车到议会 不是啊 他就开去议会 他觉得光中要主啊 那你是不是都要用这种 阶级斗争的角度 仇富的角度 来比说谁 谁穿得好啊 戴得好啊 开得好啊 我没有看过一个国家 在比这个的啦 我说国会啦 比如说美国 参众两院有非常有钱的人啊 可是没有人会去盯着他那个东西来谈啊 因为他有钱就他的事嘛 可是他不见得是最优秀的嘛 民意代表有各种标准嘛 你受人敬重 权力比人家大 对不对 那跟钱 跟你自己是不是有钱真的没有关系啦 结果 这个新的会期才刚开议 李民进长就拿这个来教坏小孩是不是 败坏社会风气 是不是这样吗 把钱看得那么重 是这样吗 所以我事常在节目讲过嘛 黄杰我就盯你一辈子 你永远不要穿名牌 你只要拍名牌 我就在电视上公开讲 因为你要惹这种议题 大家都来盯嘛 苗博雅也一样 整天盯着你有沒有穿名牌 只要你穿就 有人举报我就在电视上讲 兵哥 因为我们看黄杰 就任立委之后 那有没有提案 我只看到他跟曲小新对骂 抢麦克风 或者是现在就公开跟大家上节目讲说 人家要包养我五千万 这听起来对社会观感有比较好吗 他一直在讲别人要仇富 有阶级的概念 他这样观感真的比较好吗 我不知道他脑袋在想什么 实际上这种网路上 人家随便说说 连人都没见到 我都不知道 你怎么去确认 人家不是开玩笑或是胡说八道 还是真的有这个实力来包养 所以我觉得讲这个 本身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实际上我自己以前就是 有去帮人家竞选 然后有办过募款餐会 你知道他都已经到了募款餐会 都已经直接认了 比如说我要赞助 不要几十万还多少 结果讲完就忘了 然后我们还 我还厚着脸皮 跑到他的公司去 问他说 这个不知道那个 当初承诺的这个钱可不可以拿 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说过的话 而且有头有脸的人 都不见得会兑现 何况是网路上随便说说 我也不知道指出这个要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每次遇到赖心得 遇到民进党就会变得很复杂 真的 不是你有没有劳力士手表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老讲赖心得做过医生 又重镇这么多年 他有个几只手表 有什么了不得 我根本不觉得怎么样 但问题是 为什么这表会变得这么扑朔迷离 一下是有 一下是亲戚给的 一下是借的 然后一下是劳力士 一下又不是劳力士 到底是怎样 然后你知道他讲得多好笑 吴珍居然说 那个不是劳力士 而且已经 后来坏掉就没有再戴 十几万的表坏掉 你不修了 这么容易坏 这什么烂表 然后我在 没有啦 然后河冠婷讲说 那个没有什么几十年前 十几万的东西不算什么 几十年前 如果有十几万劳力士表 你觉得现在是值多少钱 会一直增值 对啊 你在讲什么 所以我真的觉得 如果漏报就赶快去申报就对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你们越是用这种态度 去帮他护航 而且还兜不拢 越让人家看笑话 我真的觉得蛮丢脸 那萧美琴这个事情也很奇怪 你外交部说文件来源可疑 什么叫可疑 你是你的文件就是 你的文件不是就不是 什么叫来源可疑 你连这是不是你的文件你都不知道 因为如果是伪造就直接说是假的 他是说涉及伪造或操弄 但没有具体的说明 你就告诉我这是假的文件 不就结了吗 什么叫可疑 我就不知道什么好可疑的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你就讲清楚就好了 其实老实说我个人认为 多带个几瓶酒也没什么了不得 我自己是个人这样认为 但是当然有相关规定就按照规定 可是为什么每一次 外交部最近也是 人家说他的那个被友邦的评估的文件 被丢到暗网上去卖 就外交部也就说文件来源可疑 到底有什么好可疑的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讲清楚不就好了吗 然后卓龙泰去乔贷款这个东西 更奇怪 卓龙泰你跟中共很熟是不是 你一看就知道那是中共AI声位 你是怎样 你是平常都跟中共一起在AI声位 所以你非常清楚 不然你是怎么判断出来 你叫王宏威去增进 鉴别调查能力 请问一下你的调查能力是从哪去来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卓龙泰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吗 为什么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中共在弄 为什么不是别的单位在弄 所以不要什么东西都往老共头上去插 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们看司法判定说话 讲这一题 廖线想委员一定很有所感 毕竟先前什么赖皮疗 讲你们家 什么赖皮疗 讲你们家有违禁 整栋都猜给他看了 那结果现在来比较 现在讲劳力士 他管你什么劳力士 长期以来就是民进党都是用不同 其实长期以来就是双标党 每次用检验别人的标准 回来检验自己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办法 经得起自己讲过的话 其实最一开始 其实讲到谎节 不好意思这个可能有点 可能最近有跟他 有点跟他有关系 其实他 好好说话 什么意思 那个就是新闻上有一些 跟他那个 就是我说的话 他说我讲了某些话 实际上 我在立法院 我从来没有跟他讲我半句话 所以我对于他讲说 有被开架五千万包 这件事情 我觉得说不定 就是上一个 重力节目的一个效果而已 就是因为 有时候有些民意代表 他们就是用声量起家的 那他们就是为了声量 常常会讲一些 可能就是在演运圈 可能也是一样 就是编一个故事还怎么样 那只是说 我不认为 我认为说这不管是事实 还是不是事实 那身为一个 中央节的民意代表 来讲出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是会不太得体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他 其实站在 如果说可以 如果说是站在朋友的立场来看的话 我会认为 真的也是 未来避免讲这样子的话 可能对他个人的形象也是有伤的 他自己应该有感觉到 那至于这个公职人员 财产申报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做财产申报 那其实我们之前在当议员的时候 我们大概 因为监裁员都会发财产申报的清测给我们看 我们就会去翻一翻 去翻一翻去比较一下 看谁比较穷 大家来互比一下 那其实在这个20万以上的一些 你说珠宝或者是名画 或者是古董这些东西 确实长期以来 应该都是民众 我们民意代表比较少报的项目 我相信很多人过去 应该算长期来的一个漏息 大家其实 我知道很多人应该都是没有报的 那你说其实这样老历史表这种东西 是不是多贵的东西到这个 会引起多大的讨论 其实也不是嘛 那其实赖清德当那么久了 那包括说他是老婆送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大众 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一样就是 他们用一个自己一个 这个仇富的一个心态 然后来供取小薪 最后打回来自己 那自己也经不起 不管是爱马仕女孩 还是老历史手表 都经不起考验 那回到最后一个 这个小美琴副总统这件事情 那其实他们在说 他们有用这个 租外人员 任满调回 期待自用物品的办法 我上网查了一下 没有酒这一样 就是办法 就比较一般旅客 很明确的他就讲就是 日常自用或家用物品 那我其实如果说电视 那个导播可以拍一下的话 那其实他就是一个 电视机 或者是日常的家电用品 是没有包含到酒这一样的话 那如果说真的外交部 真的要帮小美琴 或者财政部要帮小美琴 真的要说他合法的话 那没关系 有那么多的住外人员 回到国内 你随便举一个例子 有哪个住外人员 曾经用过小美琴 这样的方法把酒拿回来 你拿出来 那我们就认为说 好我们小美琴 是没有违反规定的 我相信他拿不出来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